山路蜿蜒齐区双向单线道路狭窄 突然转弯处冒出一辆黑色轿车 为了超越前方机车冒险逆向跨越中间黄线 差一点就要撞上迎面而来的机车 骑士惊险闪过一场意外 但没想到一个小时后 可怕的死亡车祸还是不幸发生 气机车对撞惨不忍睹 黑色轿车挡风玻璃整个破裂 车头全毁 机车更惨车壳碎裂飞出几公尺外 车身扭曲变形 晚间十点多行经北投山区的民众发现 一名骑士倒地不起 沿路都是机车碎片 骑士和机车相隔有40公尺远 当场死亡 怎么帮我 他把我帮 他送我这边是他的第二个家 里长太太痛哭失声 不幸惨死的机车骑士 就是里内的里干事 井专毕业曾短暂从井 后来服务箱里20多年深受里民信任 原本5月29号就要帮他办退休欢送会 没想到前一天竟然车祸身亡 胸部啦内脏什么都还有腿两腿都断掉了 我看到他的尸体的时候他双手是握着前头 他的人生规划就是说退休了就是太太女儿也都跟他这样子也蛮辛苦的 就是利用这种空档就带他们出去走一走要带他们去玩去旅行 辛苦工作二三十年计划退休生活时长和邻居谈论未来梦想 参加活动总是和太太同进同出原本打算等太太癌症第三期化疗完 买了新机车准备环岛还计划要去香港旅游 他跟我们讲说往生我们这一群年大家说不可能的事啦 绝对不可能啦 他的人生规划这么美好 烂眼相送最好的工作伙伴更令人头痛的是隔天又发生校园割喉事件 刘小妹妹不幸惨死让整个礼溶造在一片阴影之中 原本计划要开心欢送礼干事退休 连赠送的礼物都已经准备好 如今却再也送不出去 记者刘志长温斯坦台北冲锋头